11月25日,黄毅老公黄毅清连发数条微博控诉黄毅,抑郁要与黄毅决裂的势头,然而,11月26日晚上,黄毅清突然态度大转变,发微博表示反思自己,并向黄毅致歉,称,以前自己很豪迈,却伤害了自己最爱的另一半,感谢将我从笑梦中打醒,我爱你对不起,我的另一半。 她反复无常的情绪遭到网友的炮轰,没想到,今天早上黄毅清再发微博解释复合只是为了女儿的幸福,作为丈夫的她则是心意已决,非离不可,一边身为丈夫心意已决,非离不可,而另一边又是父亲,给孩子建立个幸福完美的家。 而双方谈到最后谁都不愿意离开孩子的前提下,唯一能做的职能是为了孩子妥协,与昨晚微博里致歉表达爱意的态度截然不同。 网友们昨晚已经被黄毅清的反复无常弄崩溃,今日更是无比感慨,剧情跌塌起伏,峰会路转啊。 也有网友调侃,他是又来把一个神经病的行为说圆是吧。